我們之前就有看過 剛剛是第一次看 我是第一次看 剛剛覺得第一次看就是 好大 好大 我覺得 有啦我第一次看就還是不得不 我一直在想我自己演得怎麼樣 對然後 就覺得 那個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就真的超級沉默我啊 我本來就已經蠻少謊的 那個時候我就蠻接近到 幾乎都講話 我覺得你一直都在演這種苦情暗戀啊 有沒有很演戲有沒有很痛苦 有啦 最近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角色 有變開心 有啦 可是他變成跟那個 整個關係蠻緊鋒的 你們在電腦會無動 還是會啊 你們兩個角色都蠻壓力的 很長的 對啊其實 很歡樂 算歡樂 因為其實我也不太敢去打 剛打 因為他就是一直都在那個狀態裡面 所以就有時候看他好像真的 太 抑鬱的時候會去找他 哈拉一下 那就是有默契的 就是大家知道上戲前的狀態的時候 就是會 有默契的就是默默做自己的事情 然後給大家一個空間這樣 然後給大家一個空間這樣 有很多 對 因為在那之前我沒有真正的 演過任何一齣戲 對那剛開始的時候 可能台詞啊 或者是動作會有點 僵硬有點尷尬 可是導演就是會很 很細心的跟我講 就是整個來龍去脈 然後帶我進入角色這樣子 然後慢慢慢慢的就 比較熟悉了那個節奏什麼的 嗯 你那時候剛開始看到劇本的時候 就覺得說 這對你來講 不容易嗎 還是這個角色 你有點 不理解他 心理狀況 心理的狀態 我剛開始接到這個角色 其實我覺得我是可以做得到 因為他畢竟沒有像剛大 或者是程翔有那種很大的 情緒上面的起伏 嗯 對 所以 呃 就是 多跟導演溝通 然後看導演希望這個角色 是怎麼樣子的呈現 嗯 那你在片中最多 最熟悉的應該就是子妃吧 子妃 兩個人會做怎麼樣 有沒有一些 片場有趣的小話去給他分享 有趣的小話去 有趣的 他常常被我 這是那 有一段那個 在 投飲料那邊 然後在跟他拍戲的時候 都很常逗樂他 他就覺得我反應很誇張 對 因為我跟子妃第一次對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整個人已經非常進入角色 然後覺得他就是一個很活潑很外向 然後對所有事情都充滿好奇心的一個女孩子 可是後來才知道 他私底下是比較安靜的 嗯 可是因為我第一次認識他就是這個角色 所以我就 以為他的個性就是這樣子 嗯 嗯 他有說什麼笑話都沒有 笑話我超不會講笑話 他對 他就是一些舉動吧 嗯 就是 對 舉動 嗯 比較卡通一點嗎 就是很活潑啊 而且我覺得他體力真的是永遠用不完 因為那個時候我剛好是也有在錄全明星 所以我每次來片場的時候就是 就是基本上就是讀一下劇本 然後就開始裝髮的時候就是在休息 然後他就是會一直很high 處於一個很很活潑的狀態 然後一直到凌晨可能兩三四點收戲的時候 都還是蠻有體力的 嗯 其實你偷飲料機你都是偷RAP 之類的 哈哈哈哈 裡面裝的是RAP 哈哈哈哈 有啦還是有小小糗的地方就是 因為其實長時間 然後有時候我們可能是夜戲比較多 嗯 就是都到快要早上凌晨 然後有一次就真的很糗 就是 我跟子杰有一場戲就是我要演睡著 然後他為了怕我聽到對講機的聲音太吵 就是捂住我的耳朵那一段 嗯 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好像已經凌晨四點多了吧 哇 我就不小心真的睡著了 哈哈哈哈 我就覺得欸有一點對不起他 因為我真的就是不小心睡著 但還是照演就是導航還是有開 就是喔很真實你知道嗎 就有一種真的被這樣子蒙 然後睁開眼睛有一種我是誰我在哪裡 喔沒分你來了 哈哈哈哈 有那種現在是什麼情況 就是很真實的那個反應 還是有累的時候 就是不小心生理上的反應 有被發現嗎 被他發現而已 又很明顯 哈哈哈哈 是有勾還是怎樣 沒有勾 沒有就是他那個睜開眼那個刹那 我就會覺得喔 這一顆鏡頭一定不會NG 哈哈哈哈 真的睡著 就真的真的是在睡覺 對 好幫那個蘋果的澤民哥問一個問題 他想要問那個程翔就是有沒有苦練單練過 然後有沒有因為在電影裡面就是有那個突襲親吻的那個橋段嘛 然後他想要問一下你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或者是說跟別人競爭追女友的經驗這樣 只剩一個題目 哇 好多個 好多個 那先問你第一個 你說苦練單練 苦練單練 當然有單練過喔 因為 不可能你喜歡的每個女生都會喜歡你 所以其實從以前 學生時期開始 因為我是一個屬於比較被動的人 所以不太會去主動的追求女生 那就是會默默的觀察他的舉動啊 然後偷偷傳紙條啊 請認識的人幫我拿給他這樣 類似的這種 那突襲親吻呢 突襲親吻倒是沒有 有想過嗎 怕被抓進警察去 哈哈哈哈 那他想要問說那你有沒有跟別人競爭 就是追女友的經驗 競爭喔 然後 一樣是那種學生時期 就是 以前學校都會有什麼校花校草啊 沒錯 然後就會當然就會 學生時期就會覺得 啊 校花好漂亮 然後很想要認識 然後 那時候就會有什麼投票啊 投票 然後就會 把一些資訊就是分享給大家 然後 讓大家幫我去 就傳個話 小時候反而比較主動 長大後就越來越俗辣 哈哈哈哈 所以競爭的結果 有勝負之分嗎 勝負的 這個倒沒有什麼競爭 但我有一次就是跟我的 那時候的好朋友 一起喜歡上一個女生 哦 對 但這種就是公平競爭 就是講好 就是我們的友情是不會破裂 不管最後是誰 爭到 對 就最後你跟你的好朋友 最後就 畢業 我就走了 哈哈哈哈 最後 那個女的那時候有一點在 故弄玄虛 就是 也沒有想要跟哪一位就是 在一起這樣 就是反正就是 即時通 開放式 哈哈哈哈 就一些小招啊 就是先隱藏 等他上線 上線 上線 都做過都做過 雅虎琴我即時通 好巧 你這個時候上線 製造巧合 我們已經等很久了那一種 你有嗎 就是你 好像 你畢業已經轉學了 不是因為我會覺得後來 自己覺得就是好像 沒有 沒有那麼 值得兩個人去爭取他一個人 就是覺得如果要這樣 故弄玄虛的話 那大不如就不要了 就是一直不選擇的話 會很怪 而且就是跟我的 朋友可能友誼會慢慢破裂 雖然我們已經講好 但是小孩子就很容易會惱羞啊 嗯 所以你在感情上面是屬於 比較人間清醒 人間清醒 人間清醒 因為是摩羯座 很好的形容詞 人間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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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是人間清醒拍 哈哈哈 人間清醒 誒那程翔 你在浪漫出北給你那種角色的 那種守護型 到現在演得還蠻游刃有餘 到現在也是演得很好 那你實際上的歌戲 是這種很淡定型的嗎 我是屬於淡定型 但是就是如果真的要生氣 我是會整個炸出來的那種 就是但我平常是很淡定 就是真的就是很壓抑 師傅會有什麼東西炸過我 被誤會吧 就我沒有做的事 你誤會我的話 我就會有點炸過這樣 電影裡面 被大誤會沒有法 沒有 黃子傑很屁股 所以其實一開始有一些 劇情不理解的時候 就會去找導演講說 導演為什麼 是這個反應 因為我真實的反應會是這樣子 那我會想要知道黃子傑的狀態是什麼 為什麼他會做出一些 可能我們會做的事情 因為子傑就是藏得很深的一個人 其實好像一開始會不太瞭解他 到底是在想什麼東西 因為他都笑笑的 嗯 高燕要不要講一下 怎樣會的選獎 就是需要的過程 學校的過程 每個演員請過來 就是世系是基本的 然後主要是跟他們表現的狀態 那為什麼會是 應該是整個 如果是講剛大的話 其實少平這個角色會蠻難找的 然後其實我們 casting了大概四五十個 都沒有OK 沒有說沒有OK 就是因為看這個電影的第三幕 一定要是少平撐起來 所以那時候我們是覺得這個演員一定要很會演 這件事才有那個歧視這樣 然後加上通常我們會給一個普通對話戲 跟如果覺得他還不錯 就會給一個比較很會的戲 然後崩會的戲就是那個小如墜樓的那一場戲 就跟 casting 就是時好就討論 我說可不可以 因為他一直演的 我就在想說可不可以 吃戲的時候試這場 我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他說沒關係 因為我們真的試不出來 我們就用這個來試這樣 然後其實我一開始只剩了四個 接下來我都有請他們 就請來的各種演員們 請他們試那一場戲 幾乎每個人都拒絕我 不願意試那一場戲 你要說我現在沒辦法再繼續 然後剛大是唯一一個 當然他已經是很厲害的演員 但是他是 我告訴他說可以試試看 他是說六三分鐘 然後就是唸畢之後過來 然後我們就是這個概念 就是我現在坐著 我跟 casting 然後他在這邊 然後他這邊演的時候 是面對我 就回頭面對我說 兩個是沒辦法呼吸的 就是兩個沒辦法呼吸的時候 然後就知道他走我一直 就有一種 好就知道不要 不要再試了 就是雖然後面還有 我還是有看完 可是真的 真的沒有人願意試那一場戲 對 然後我就覺得他非常漂亮 而且他願意試 同時也是很好 然後 這個雨天是因為他就是 就是 就是他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看起來他很時尚 我也是試的時候 跟他聊的時候發現 其實他是一個很open mind的人 就是 好像跟我原先認知的他不一樣 就是可能很時尚 或者是好像很活潑 他是活潑 可是我覺得他是那種家教很好 然後就是很有禮貌的人 就是阿文有一種這種東西 這種特質 然後可是坦白說 我一開始 也會為擔心他第一次 就是演大贏那些事情 然後我跟表演老師都非常的緊張 然後我們表演的時候也是 就是還有特地叫他跟 因為他們兩個常常對 所以我們就叫 呃 雨天跟子菲一起去試 就 就是他試了一場等待的戲 就是試得很好 他自然反應很好 跟那個時豪跟那個彩儀是 對看一下 就 可以這樣 就是他本來是我最擔心的 但是瞬間就 就放心很多 然後我覺得接下來他只是需要 挖內心而已 其實他的 可能因為open mind的關係 所以他的自然的行動 其實都很好 然後 呃 對不起 最後 壓軸 對對對 那 因為之前都有講說 其實我 每一個角色都可以之前做 子菲也是 這個小花這個角色也找了很多人 然後大家都有各式各樣的小花 但是我其實 在壓線的時候才選擇那個子菲 呃 其實他來的時候是稍微再瘦一點點 但我大家有發現他現在又比較瘦一點 我說你可不可以再吃胖一點點 這樣 然後 欸 要問他的意見 然後他剛開始試的時候也是 我覺得他都試得很好 但他有一種某一種故作堅強 跟可能跟他當下的心境有關係 就是生命經歷已經走到那邊了 所以有一些倔強跟沒關係我可以的那種 在開朗底下有這一塊東西 所以其實我有看到他的特質是這個 對 所以挖出來的時候 然後後面的其他的功課 就是有看到這個子 我就想說之後用好好聊的這樣子 然後程翔就是 欸這個角色也選了很多 然後因為 因為其實大家就是表演老師 或者是開始問我說 請問你覺得帥哥是哪一種 你舉例給我看你的帥是什麼 我們比較好找這樣 然後我就說 那個帥不是皮囊的帥 帥要是就是演的時候 某一種氣勢的帥才行這樣 然後其實他們也找了很多皮囊帥給我 我就想說 男主角當然會有皮囊帥 所以又花了很多時間 跟每一個人來聊這樣 聊到他們也不知道 為什麼要聊這麼久這樣 然後他就被 他可能也有這樣 因為他來了三次 第一次是就是普通對話 然後第二次是就是那個修羅 我們統稱為修羅長 就是他看到劇本的時候 會覺得不難演啊 呵呵呵 那時候就 結果他當時他就說 好我會努力的時候 我那時候心情是 我想你也不知道 我說的努力跟你說的努力 都是不一樣吧 結果他就直接就去了 很辛苦的一段旅程這樣 但中間也是因為他有一些特質很 很適合這個角色 就是牆的部分 應該說 可是我覺得這很難 你看啊 子傑有個牆 可是他是 他也有那個東西 但是是個作為演員 又必須把牆先卸掉 所以我就是失算 就是要把牆先卸掉 你再組牆之類的 所以那個溝通其實還蠻辛苦的 因為我是不是直接說錯了什麼事 很感謝 溝通辛苦才會有好的成果 對對對 所以我們其實花了很多的力氣這樣子 大概就這樣 好精闢的分析 對 好校園今天的那個成果 要不然我可能贏了兩半小時 好像對不起大家 剛才那個程翔有分享說 如果校花這件事情 那紙堆應該也是校花這件事情 有嗎 就是 作為 大學的校花 是不是追求者也不少 然後有沒有遇過什麼 被追求的事情 被追求的事情 你是一個直接打槍的人 還是你會 就是 故障選舉 或是下不了手打槍的 我覺得我好像 我真的很少遇到人家會主動追求 可能是因為 看起來很有距離吧 就是唯獨一次 就真的是國小六年級 就是學生時期 就等那一種追求 就是那種棒球校隊的男生 就是給我禮物這樣 但其實那時候我已經有喜歡的人了 所以那時候就是謝謝他 就是當好朋友這樣 然後長大之後就比較 真的比較沒有遇到會主動來追求的人 就是 真的假的 可能我看起來很難 也有距離感吧 我常常被這樣子講說 好像很難接近你或什麼的 所以你的打扮不遺君啊 我都不遺君 我超不遺君 哈哈 但那時候去試遺君 還是把那個角色的東西 就是努力做到我想像中的遺君 對 演遺君的時候就 然後我就說 噢他不是 哈哈哈哈 然後就是你要不要就是 就是因為我沒有在分大小 那個小時候說 噢他不是 然後就拜託 你要不要再準備別的 因為我們其實都會先發給他 所以就會發 欸那邊有小房間 你要去試一下 對是三場的小花 對是三場的小花 很新的場次 嗯 那水大部分都是你動動的 嗯應該是說 我覺得是透過相處 就我比較不是那種會表白 或者是被表白的人 就是 常常是那種相處之下 覺得很舒服 合同的話 就自然發生 對 耶 那以前 因為那天中阿蕙是比較深情 那邊等待的角色 你自己現實中有 你說等 一直等 這樣等嗎 對啊 對啊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這樣 哈哈哈哈 真的 我現實中 不會這樣等 對啊 我們有為了表演課 是坐在那裡叫他等 哦對對對 因為他不習慣這件事情 而且因為那時候 不能拿手機出來滑 對對對 我記得這個 我記得這個 所以他就是 他本來一開始要拿手機 沒有手機 哈哈哈哈 哇 他就是 就是坐立難 對啊 就不知道坐在那裡 坐多久啊 一個 沒有那麼久 可能有個 一二十分鐘有 對 可是就是空等 對 然後 沒有任何的東西可以 看 或用 先讓他熟悉 然後再 我們就有聊說 等的時候通常會想什麼事情 嗯 看你那時候在想什麼 呵呵 還要多久 什麼時候要下課 什麼時候要下課 我要等到什麼時候 還有手機 還有想好手機 哈哈哈 對 因為沒有手機的話 現在的人感覺會比較 真的會十分鐘就會覺得很久 會耶 真的 但如果你拿手機十分鐘 欸十分鐘到了 有一個依賴 有一個依賴 有一個依賴性 結論 手機很重要 手機很重要 哈哈哈 對現代人來講 嗯 現在電影就是 怎麼要上映 嗯 大家有沒有一些 烏鵬影辦啊 或者是 這種推票房的一些 方式 一些廟招 我們跑了很多校園 嗯 真的 跑了20 很校園 非常非常多校園 真的 導演也講了非常多話 真的很辛苦 學生的韓文 應該很好 看到你成像 哇嗚 其實會啊哇嗚 他們兩個都是 我以為 我以為只有啊哇嗚之類 但就是還有評德的時候 就突然很感動 嗯 對 很多反饋其實 不只是那種 看到就是主角們的尖叫聲 更多的是他們看完這部片的感受 我覺得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講 還蠻重要的 就是 他們在這部電影感受到了什麼 就是 那個回饋 就是真的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們有時候 跑完校園會 就是會有IG 會有收訊息 嗯 然後我就說 欸我有收到一些訊息 然後他們就問 那你都收到什麼 我說你應該是 啊帥沒什麼之類的 我說我都收到這麼長的東西 然後他們就分析電影給我看 說我看到的是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在那邊 你知道我都 我還記得我 因為有光旅哥的那個聲音 我在幫她寫卡片 在7 底下的時候 在寫的時候 剛好收到一個那個 盛心女中的學生 就分享了她的感想這樣子 然後就差點在那邊 就是大崩潰大 但是我想說 還沒收音不能哭 這樣然後就馬上的截圖 發給我的所有的工作人員 因為我們的工作人員 其實都非常的團結 跟他說現場其實都還蠻歡樂 所以立刻的傳給我的攝影師高姿浩 然後姿浩就說 送啦被看懂好爽喔之類的 或者給那個剪接師 然後姿浩就說 哇太讚了之類 因為我們是那種 做完還是會一起參與的團隊 所以其實大家感情都很好 所以我也有傳給你 就說你看 然後他們因為也會 那時候我不知道 你們看全片的時候 那時候還不知道 就是反正好像看了 然後其實我們都有感受到 我們有自己想要表達的東西 可是我們也會有一點 微坦特說會不會年齡差 或是什麼太生了還是什麼 這樣子他們會不會也沒有感受到 可是實際上是他們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然後我覺得那個年紀好像不是問題 重要的是我們的心靈可以溝通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還蠻重要的 有沒有遇到那種學生粉絲就會說 三位男生主演 就是如果 哪一個要當我男朋友 或者是我最喜歡誰 或者是大家開始排行榜 目前沒有 但是他比較失 他就比較吃虧一點點 雖然是對角色的關係 但我都會轉化一下 因為他們可能小朋友都會說 這個這麼渣 或什麼什麼那類的 我就說等一下渣 我就可能會 因為我覺得走 跑校園其實我還蠻開心 可以告訴他別種觀點 比如說渣可能是我們給的定義 可是有時候他們可能只是 比如說少平他只是 還不會處理這種情況 就是可能就會藉由這些 像我前兩天應候的時候 後來現動他們也有自己轉化我講的話 就是因為我覺得少平的狀態就是 他最後在抱小花哭的時候 他還不知道自己怎麼了 就是我什麼都沒有要這件事 但其實對我來說 這個角色很讓我心疼的事情 就是他什麼都想做好 什麼都做不好的感覺 那我當時就跟學生說 我覺得適當的殘忍 適當的殘忍才是善良這件事情 對所以他們也有所獲得 所以裡面每個角色可能都會有一些 做不對的事 甚至是直接也會 你如果真的要用很高的標準 去探討每個角色 我會覺得每個人都在學習成長當中這樣子 所以其實都有自己的課題 他不是多了嗎 還有什麼人要問他 過科 你們好成熟 真的嗎 欸講一個笑話 講一個笑話 你講那個 他不要再講那個 講笑話 我們要先幫成長 因為他們有時候都比較煩 煩悶 剛大還是要 猜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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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一個名字 最喜歡做的手勢 我跟手指頭在飛 大家可能會不想回頭 以來也很感動 大家想說 我笑歪啊 為他量身打造的 謝謝 感恩感恩 謝謝大家 好感動 大家感動耶